如果说黑格尔和范尔巴他对立的话 一个强的是纯精神的运动 那么一个是强调的纯粹物质的运动 而是什么 能通过对象化的活动 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界的交互作用 就是能通过他的劳动 通过他的对象化活动 不断地与外部自然界交互作用 创造人化的自然界和自然的人化的过程 那也就是说一方面 人扬气外部的自然和能自身的自然 把自然作为人的本质的表现 一方面我要扬气自然 既扬气外部的自然 同时也扬气能自身的自然 能自身的自然 这是然后来表现人的本质 那么另一方面呢 能以外部的外部自然界阳气自身 能以外部自然界阳气自身 使自己成为客观的现实的存在 自己成为客观的现实存在 那么马克思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双重的阳气 来定义人的历史的内容 把人的历史啊看作是一个既能动又客观的过程 又客观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个思维形式呢 可以说在马克思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里面 在分析原子结构的同时就已经提出来了 就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说能啊 他总是既是一个受动的 受到这个感性的自然的这样一个约束 同时他又要超越这样一个 不断的超越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不同的是呢 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啊 他不是通过说明能的精神结构 而是通过分析劳动概念 分析劳动概念 而续续这一思维形式的 现实的和社会的内容 那么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很多 就是说大部分的著作 在解释马克思的概念的时候 就强调他和费尔巴哈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系啊 就是说因为这个费尔巴哈 也就是强调人自身的这样一个自然嘛 强调人对自然的这样一个 一个关系问题 一个依赖关系问题 但是实际上 就是我认为啊 通过马克思这个 他对这个 特别对这个 呃 维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评论 他在很多地方都评论了 这个呃 维科的这个历史哲学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那么他所受到实际上是一个 文化哲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影响 这个文化哲学研究的思路是什么 就是他就提出一个 马基亚维利那个提出来 就说能啊 一半是 就是他用这个能的 这个半兽 就是说半兽半能的这样一 半马半能的这样一个模型 不是那个讲的吗 能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野兽 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野兽 那么天使呢 实际上他就达到一个 人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他的一个文化的活得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能是天使嘛 他的野兽是什么 是他的自然性 就是没有被驯服过的 没有被文化约束的 这样一个特性 这样一个特性 说到能呢 实际上是两重性 他就是讲的这个 半马半能 也就是半兽半能 就是说一半是天使 一半是野兽 但是呢 马基亚维利在这儿实际上 用这个思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能的这个发展过程呢 他是不断地消失自己的自然 把自己的自身的自然 转化为文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转化为文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 他不断地用这个 他的文化来克服他的 这样一个自然性 自然性 后来这个 就是卢卡奇亚 后来就在这个 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面 特别是在后来移植 到他晚年的 这个社会存在本情论里面 就发展了马克思这个思想 他就对他做了一个解释 就是说马克思强调 这个人的自然的退化 不是说人的自然 就完全以后没有了 就是说人的这个自然 它是一个什么 不断地把自然 把它变成文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 你比方说 这个吃饭 它是人的一个自然现象 是吧 我们吃饭 那个人的生命怎么维持呢 但是我可以把自然 变成一种饮食文化 把它变成一种饮食文化 使它成为一种文化 烹饪都可以成为一种文化 是吧 可以变成一种文化 那么同样的 人为了这样一个 争夺这个生存空间 争夺这个资源 它可以发生战争 这个战争本来是属于 这个人之间的这种竞争 很野兽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把战争 变成一种艺术 我们说这个战争呢 有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战争 导出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威武雄杖的 这样一个乐曲来 就是它像一个那个 就是把战争变成了一种艺术 这个很多 我们现在讲 毛泽东其中就讲 毛泽东的诗诗 最有创作的诗诗 都是在什么 长征的路途当中 写出来的 所以有人叫做 马背诗人 就是在面对这个战争的时候 这样一个很残酷的时候 它所引发的 它对战争的这样一个理解 就是超越了对战争的这样一个 互相残酷的理解 把它变成了一种艺术 变成一种 人的这样一个 心的理想的 一个实现的这样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 所以它对这个战争的理解 是非常的 就是说 有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境界 那么就是什么 它把战争作为一种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来理解 所以实际上 能在这个 它不断的自然需求的 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文化 也在这个当中发展起来了 也在这发展起来了 所以它总是以它的这个文化 来消解 来消解它的自然性 把它的 你说这个能和能的结合 是一种 为什么把它叫做婚姻 那动物它就不叫婚姻 这个能为什么叫婚姻呢 它要以一种文化的形式 把它们结合 把他们的结合 把它这个文明化 文明化 比方说这个死亡 能死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为什么要把这个死亡要编成 我们要有一些追导会 有一些哀导的仪式 就是对于死亡 有一些纪念的这个仪式呢 就是什么 通过这个这样一个仪式 把人的生命价值提取出来了 人的自然生命是可以消亡的 但是人的价值生命是可以不朽的 是可以把它提升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对死人的纪念 很多对死人的这样一个 它的价值的一个评价 就是什么 把它的生命里面不朽的东西 把它提升出来了 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提升 所以这个文化哲学呢 他在讲这个能的生命的时候 他把它看过为三个方面 维科说 说到底就是三个 生 爱 死 就说能哪 你要研究他的这样一个 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 研究他的本质化 就是研究他的生 他的爱 他的死 生是什么 他生是要受理的 他是怎么样从一个自然的人 变成社会人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爱是什么呢 爱本身就是能的一种 互相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死是什么呢 死他可以通过宗教 通过各种形式 把他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呈现出来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对于能的理解 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的力量 自然现象的理解 而是包括一种文化现象的理解 所以马克思在讲到 就是说他在讲这个能的实现的时候 总是你们可以看他的这个结构 总是把人和动物对立起来 比方他讲异化劳动 说我这个异化劳动的这个阳性 是什么 人的自我实现 这个实现讲了什么 人的文化的生命的这样一个实现 那么他所消解的 就是说人的异化是什么 当你能没有 这个劳动不是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而是变成了一种这个非能的劳动 就是说变成了维持肉体的 自然肉体的劳动 你是什么 一种动物般的劳动 一种动物般的劳动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实际上你的 这个能的这样一个本质的东西 实现的东西 它是和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实现 它是联系在一起 也是一个文化超越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 我们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从这个异化劳动 讲这个异化劳动 从他最初的状态 那么到他最后的实现状态 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断的文化发展 和进化的过程 不是说我原来没有本质 然后我现在又通过这个异化 我又获得了本质 像黑格尔所说的 最后福归了 我这个东西福归了 他不是讲了这一个过程 而是说什么 我原来是这个文化 可以说我在原始阶段 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自然状态 是吧 自然状态 不管从能对自然的衣服来说 能和能的关系来说 它都是一种衣服状态 那么我怎么使我这个人脱离我的这样 对自然的衣服状态 走向人类文明的状态 走向人类文明的状态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劳动 特别是异化劳动 起了一个很好的分离作用 起了一个很好的分离作用 它使能把自身的自然 外部的自然 和能的一种价值生命 把它区分开来了 使能知道我要实现的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这样他就认识到 就说认识到这个人的生命价值 到了19世纪末二世纪初的时候 很多现代哲学家 为什么要研究死亡哲学 研究死亡问题 因为人的生命 它的价值 只有当人们在死亡当中 它才能得到一个提升 当我去面临死亡的时候 我想到什么 不死的东西是什么 是吧 我研究死亡是吧 我要研究这个死亡里面的 不死的东西是什么 不死的东西就是人的价值生命 死亡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自然的存在 你的肉体每一代人 如果要是这个人永远都不死 他的肉体永远都不消失的话 那么这个人类就没有 这个个体的这样一个 生命的延续和发展 那就是总是这样的一些 那不可能的 那就不动了 它总是会变动的 但是人类为什么会发展呢 它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 就是把你前人创造的这种 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保留起来才发展 所以它是一个文化的进化过程 那么文化的进化呢 和这个自然的退却是相联系的 一方面是文化的进化 一方面是自然的退却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理解的话 马斯的这样一个思维形式 讲了什么 人类的这样一个进化 就把这个黑格尔表现的 说从绝对精神 然后到绝对精神的实现 从他最初状态 然后通过这个现实的否定性内容 达到同一性的实现的内容 马斯是把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黑格尔把它当作是一个直线的 一个工具的 一个环节的过程 那么马斯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 就是我的能的自为和他的自在 能的自在和自为 主体和客体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 内部矛盾的结构关系 而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同一的 这也是一 然后这个一否定这个一 然后最后达到这个一 那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一一的这样一个否定过程 而是它是一个双重的结构 能在这个双重的结构 这个矛盾当中 不断地达到一种文化的 这样一个进化 来克服自身的这样一个自然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 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否定概念的改造 特别是对他的这个 思维形式的这种改造 你要理解他的话 一定要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去理解 如果你不从文化哲学的角度 就是不看到马克思所说的 而且他在这个地方 他强调这个矛盾性的时候 他同时揭示了一种 我们说的矛盾辩论法是吧 一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 一种历史主义思维方式 就是把整个这个人类历史啊 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终结的过程 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目标 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社会制度 它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而终极的目标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人的一个不断地解放 不断地实现的过程 也就是不断地走向 这个文明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马克思为什么要批判 这个抽怒的共产主义呢 所以你怎么连这个 在否定私有志的时候 把这个人类创造的 全部的文化和文明 全部都否定掉了呢 是不是 你应该保留它的文化和文明 而人是在不断地发展 和创造自己的文明当中 来达到自我实现的 所以这是一个 永远发展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无止境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我们要理解 如果不从这个文化哲学的 这个角度理解呢 那么我们就看不到 马克思在改造 黑格尔的否定概念的 他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思想是什么 所以后来这个阿多尔洛 像这个苏联的哲学家 在读这个阿多尔洛的 这个否定辩证法 否定辩证法 黑格尔 这个阿多尔洛 就是讲的 对这个马克思的 这个思维形式是怎么样的 他和这个黑格尔 和那个近代哲学的 同意性思维有什么差别 而讲他的差异性思维 他们就把这个 阿多尔洛的这个 否定辩证法 就定义为是文化哲学 就刚好发现了 马克思这个哲学思维的 这样一个文化哲学的 思维形式 文化哲学的思维形式 所以如果很多人就说 看这个阿多尔洛的 否定辩证法 怎么都看不懂 这里面讲了什么东西啊 可能翻了很多遍 那个书都翻烂了 不知道他里面讲了什么东西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苏联哲学家 他那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不从文化哲学的 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 他对这个辩证法的禅识 你就否定 马克思对否定辩证法的 所作的这个思维方式的禅识 你就读不懂他 不知道他是从哪个视角切入的 他是怎么在理解 马克思的否定辩证法 探讨马克思的这个否定辩证法 和黑格尔和那种对同意性思维的 批判的基本点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到这儿的时候呢 就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对马克思的这个辩证法的理解 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一个 字面上的一个说明 而是要强调的看到他的这个 所受到 我们为什么要讲他的这个思想资源的时候 把他这个对这个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把这个对这个历史哲学 文化哲学的研究都要讲进去 就是他在吸收这些成果的时候 他不是单单从黑格尔的这样一个 青年黑格尔派里面 然后就简单的批判走出来 他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 没有对这个法哲学的研究 没有对历史学的研究 没有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没有对历史哲学 文化哲学这样一系列的研究 他就不能形成新的知识结构 他行不成自己的知识结构 他就不能够超越潜能 所以这个在哲学史上 每一个哲学家 他要超越他的潜能的时候 他首先要进行一种 思维方式的一个改造 就是说你以前的思维方式 已经不能够融拿 这样一个新的内容的时候 我就要改变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改造 思维结构的改造呢 就可以说什么 使他可以融拿新的内容 那么这一个呢是表现了他的哲学和前耻哲学的一个断裂点 所以你要理解这个思想家的这个本质的东西 思想家的本质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研究他的论识论 要研究他的论识论 你不能实际是我研究他的理论 这个理论 那你只能跟着他的理论走 永远达不到对他的这个哲学的全部理解 而你达不到对他的全部哲学的这个理解呢 你就没办法创造自己的哲学 我说提了一个很高的经济 就没有创造 你不知道他的这个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局限性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就没办法在这个发展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找不到他的这样一个根基 所以我总是强调这个论识研究是重要 你比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学这个近代哲学的时候 我们学到这个笛卡尔 是吧 他有这个方法论 那么学到这个培根 他有新工具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能够创造这个近代哲学 成为近代哲学的演义法和经念法的这样一个鼻祖 经念论和唯理论的这个鼻祖 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方法 使他的方法突破了这样一个 这个中世纪的哲学 然后创造哲学 那么康德也是这样的 他创造他的批判哲学什么 纯粹理性批判 他的论识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同样新康德主义在批判康德 在回到 就是说他们强调回到康德 然后建立这个康德 就是说建立这个新康德主义 走向文化的时候 他们同样是从方法论入手的 同样是从论识论和方法论入手的 那么同样的我们反过来看 马克思在他进行的 一开始我们讲他的博士论文 是不是讲了他的这个思维形式 是吧 思维形式 那么说他建立了 这建构思维方式 正是因为建构了这个思维方式 然后通过这样一些研究 所以他才会成为 他自己成为马克思 而不是黑格尔的这样一个 简单的一个信徒 或者一个追随者 才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哲学 所以马克思对于黑格尔 辩认法的批判 当他完成了 就是说通过政治经济学 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 来改造了德国哲学的时候 他对黑格尔辩认法的 这样一个一般批判 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义什么呢 就是他完成了 自己思维结构的 这样一个建构 如果说这个从博士论文开始 那么这个地方 他完成了对自己 这个思维形式的一个建构 也就是完成了 他的论识论的建构 完成了论识论建构 当他完成了论识论建构的时候 他的实践维吾主义的 全部原则也就形成了 也就形成了 所以我们在这下面看一看 所以我们说他对黑格尔的 辩认法的批判和改造 我们不仅仅要从他的 这样一个理论上 简单的那么几句话去理解 而是要从文化哲学 从他的整个思维的 改造上面去理解 这一点其实 法兰科学派 我是觉得可以看一看的 你比方说 当然我们江先生 是很重 是我们国家 这个八十年最开始 搞法兰科学派研究的 他和后来的 包括现代的法兰科学派 这个研究的 能不同的一个思路 他是从什么 从哲学的思维方式 就是从近代哲学 和向现代哲学转型 或者说现代哲学 区别于近代哲学的 这样一个特点 是什么开始的 所以他在讲 和和海默的思想的时候 讲阿多尔诺的思想的时候 他不是仅仅讲 他们提出了什么 工业批判啊什么 这个是他后面的事情 后面的事情 他首先是完成了 这个近代哲学 向现代哲学的转变 所以在这个 和和海默的 这样一个 这个研究当中 他首先提出来 这个哲学的论务是什么 他的思维是什么 现代哲学和 传统哲学的思维 有什么特点 他首先讲这个 这个讲清楚的 你才能说 我的工业文化的批判 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没有这个 他完成不了这个论务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 我们也吸收了 这个江先生的 就是我们教材里面 吸收了江先生这个思路 在讲这个 法兰克学派的时候 我们首先从他的论证讲起 而不是从他的 这个现成的理论的 一个介绍 就是讲 他在这个 你们可以翻开看一看 他在这个里面 首先讲 这个哲学是怎么 这个和和海默 是怎么定义 社会哲学的论物的 那么这个哲学 它和传统哲学 和这个以前的这个哲学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正是这样 他才实现了 社会批判理论 如果没有这个论识建构 你不知道什么 叫社会批判理论 同样的 我们现在要了解 这个社会批判理论 也要走到 他对这个 这个论识论的形式 对两种不同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新的哲学的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 理解出发 你才知道 他为什么最后走向 对文化的批判 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这样一个新的文明 创造形式是如何可能 这也是法轮功学会 为什么长期的 对我们现在 可以说它是 20年代 30年代创立的 那么一直到现在 对人们的这个思想 对人们 对当代社会的联想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他进行了 一种思维方式的 这样一个改造 一个改造 所以我在这儿讲的时候 所有举的例子 就是为了讲清楚 一个问题 马克思的实践 唯物主义的完成 经过了一个认识认 方法认的 这样一个改造 不是说马克思 没有认识的方法认 我们以为 只要写了认识认的著作 才叫有认识认 而不知道 这个每一个哲学家 他在进行哲学改造的时候 就是他的认识认识认 而且马克思在这个地方 对黑格尔的 这样一个辩证法的改造 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 一个改造 也就是他的一个 认识认的一个改造 所以我说 这个老是讲这个 学生写认识 怎么老是写不生呢 他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讲到这个 否定辩证法 这个对马克思的否定辩证法 有很多可以值得研究的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的基础 你走不进去 你也不知道 怎么去闪述它 怎么去展开它 你可能就只拿了这两句话 然后也不知道 怎么去扩展它了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把它的 突出的 对思维方式的这个特点 以及它改造 黑格尔的这样一个思维 黑格尔辩证法的 一个思维路径 就是文化哲学的这个路径 把它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